有尖旺區議會舉行 國慶60周年巡遊 吸引大批市民沿途圍觀 好像幾精彩 巡遊有60個團體 3000多人參加 又有飄飾 又有舞龍等等表演 譚彩雲帶大家看 喜慶活動當然不少得舞龍 節奏強勁的鼓聲 還有富民族特色的表演 增加了不少氣氛 巡遊隊五遊文化中心出發 願尼敦道再歌再舞 平時人來人枉架尖沙咀更加熱鬧 除了慶祝國慶 亦迎接12月 在本港舉行的東亞運動會 要打功夫 為甚麼要打功夫呢 我要東亞運動會 30架老爷车越来臭气热闹 车龄最老的有85年 排头位的这架吉普车1943年出产 同一型号的车款曾经在北京阅兵仪式中良上 为了配合见过60周年 今年的巡游有60对参加 人数超过3000人 在尼敦道围观的市民也很投入 很多都拿着国旗和军旗来对打气 巡游队在尼敦道团了一个圈之后 转入海防道以广东道为终点 巡游历时大约两个钟头 其间警方封闭了部分劳断 云洲电视机者谭彩文贝德 除了游尖旺区有庆祝国庆的巡游之外 中环今晚亦有活动 名为鼓舞飞扬的大型庆祝活动 宋之豪现在就在现场 宋之豪今晚有什么看法呢 阿敏 现在可以看到 中环后面有些舞龙舞斯在准备 即今晚的活动有些舞龙舞斯的表演 我们现在听到一些东亚运教主题曲 其实今次的活动除了贺国庆之外 亦都是倒数东亚运教活动之一 稍后吉祥麦冬仔和阿会会上台表演 还会有一个倒数的亮灯仪式 除此之外今次的活动叫做 古舞飞扬贺国庆祝活动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高5米重1.5吨的花灯鼓 是祖国60周年生日的何礼之日 稍后就会看到一个亮灯仪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鼓上面写着 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字样 后面也会有香港2009冬亚运动会 这个花灯鼓非常巨型 稍后还会申请入建历史世界纪录大秦 这里的部队是这么多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报